开举一把小木斧 每次练杀五只怪物 添加一把现代武器 击杀的怪物越多 武器的科技含量会越高 并且使用武器攻击时的动画也编合现实 最终MC能否变得更具有现代感呢 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娇严娜娜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我的这个动作 就像是一个非常老练的剑客一样 手扶着这个大斧头 那我给大家动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MC的动作 就更符合人体工程学了 你们想想以前那个动作 跑起来非常的生硬 如今我腰也不酸 腿也不痛 这个走路更有劲了 这个模组最真实的地方在于 当我打开第一人车的时候 我看向脚下 还能看到我自己的身体 那接下来我们准备要 先杀五只怪物来升级一下 哎呦等一下 这个稿子怕不是有点穿模吧 没关系 这都是游戏特性 我一眼就看出来你不是羊 这应该是一只羊精 让我来给它超度一下 攻击的动作也变成了这个挥舞式的样子 两刀就带走这个小绵羊 直接我一斧头带走 一斧子一个小朋友 再杀蜘蛛 现在我们已经杀了四只怪物了 再找一只 哎呀兄弟们 我们手中的这把小木斧 直接计划成了一把消防斧 我的天 因为这个把柄特别长 所以说相比小木斧 它多加了一个蓄力功能 一击 我去瞬间秒杀这个小牛牛 直接一击再走 咚咚咚咚 观众朋友们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的武器继续升级了 出现了一把拔刀剑可还行 好啊观众朋友们 那么最近的这个播放数据越来越低迷了 非常需要大家的点赞支持 如果你不点赞的话 我直接 我直接 我就我就我就 就求求大家给我点个赞吧 点赞数过三千里吧 更新下一期 哎呀有点小饿了 我们吃个小瓶火 哎呀这个吃食物的动作 就往你嘴里硬塞什么好家伙 正好来到了村庄 我们就用这个铁盔脸刀 我们这把武器的磨刀石 那这把武士刀的正确用法呢 就是按住右键直接蓄力 然后准备拔刀 连环砍击 观众朋友们帅不帅啊 觉得帅的可以把扭扭扭打在弹幕上啊 好啊兄弟们 没有打过这个铁盔脸呢 并不代表我们的刀不行 而是没有假啊 现在我们多击杀点怪物啊 看看能不能获得搞个什么 现代防弹衣 小僵持 我直接一刀 这边咱们直接杀两只猪吃一只 好啊观众朋友们 我们获得了第三把现代兵器 但它貌似不是个武器 是个盾牌 防爆盾 这下我不无敌了吗 我不 不是兄弟们 这剧本好像有点不太对啊 直接打枪这个铁盔脸 然后盾牌扛住 非常的无敌 好再打一刀 直接一个后撤步翻滚 观众朋友们帅不帅 我撤撤撤 这武器来讲 这个铁盔脸应付起来 还是很轻松啊 好啊兄弟们 现在我们已经变成 更为强大的现代特种兵了 我们不能再继续欺负弱小的 要寻找更强大的敌人来迎战 但是在眼前 却有一座高山挡住了我的去路 我该如何继续前进呢 这就是特种兵专有的素质 那就是带有这个攀岩能力 兄弟们看没看到 觉得离谱的可以打一个救 不对 合理的 请打个很合理啊 经过了长途跋涉的攀岩 我们寻找到了 现在适合我们迎战的敌人 掠夺者部队 让我来好好的制裁一下你们吧 我们需要有一个攻击前 然后拔刀剑延续斩 我去一套连招 我去这个掠夺者现在在这里残忍的杀害铁葵磊 我必须要保护这只铁葵磊 来吧 给我洗内 敢打我的铁葵磊 我们成功的保护 哎 哎 这个反正就是 坏人已经被我们消灭了 这边有一个掠夺者的首领 哎 直接赶掉 嘟嘟嘟嘟嘟 又是一把新武器 叫做惩罚者连弩啊 哎呦 有点拉弓 哎呦 连续射击 我觉得这太帅了吧 来 还可以更换子弹啊 好啊兄弟们 我经过了一波的厮杀 我们又获得了一把全新的武器 这是个什么东西 叫天气棒的实验一下 哎呦 拉完栓就可以直接丢出去 这个音效都是手雷的音效啊 我这现代科技一大堆 你看 直接炸死一群 延延的厮杀过后 世仇来老老实实的挖个矿了 哎呦 你看我们这个挖矿的动格也是非常的有趣啊 一直在往下凿地 哎 哎 哎呀 哈萨屁 我去 正好呢 我们这个村庄附近 只有一个地域传送门的遗迹啊 然后那个箱子里面 还自带一个打火石啊 非常的不错 门口在哪 在这 走 继续来升级一下我们的现代武器 好 干掉一只了啊 小猪人还给我们掉落了黄金啊 哎 这边大肥猪 三次剑就可以秒掉啊 这个商案还是挺不错的 就不用担心打不到恶魂了 小老弟直接中度退居 哎 干掉了 OK兄弟们 我们又获得了立马全身的武器啊 哇去 这不只是现代科技啊 这怎么感觉都未来科技了 它的名字叫做高能红石发射器 打这边的小竹林 哇 瞬间秒杀掉了 能不能射得到 哇 干掉一只恋人 看没看到 他们的火焰都掉下来了 哇去 对射 对射 场上 这个咱们下午 easy 这个咱们才不是当初舞的我了啊 只会被变刀人在远处疯狂地调戏 打打打打打打 pour去 다打乎 就是如此的放心病狂 一路横爽 一路平吹观众朋友们 就是如此的无脑 这也太爽了吧 这才是真正极致的乐趣 现代武器与MC的结合 哎哎哎哎哎哎哎 兄弟们这波杀疯了啊 让我看看我 我去 一下获得了这么多的武器啊 这是什么 毒液发射器 哎让我来试试 哎哎哎哎哎哎哎 这这这这有意思啊 秀秀秀哎哎哎哎 哎没关系咱们能翻滚 我去 还会滑场了我们现在 我一个左正灯 哎哎哎哎 躲避他们的攻攻击 哎哎 哎这边发现很多的猪牛 可以跟他们友好的交流一番 哎呦一个小老弟 很嚣张 看不到 雷射激光 哇哦 这一把枪都不知道 是什么时候获得的 这边还有只猪在走我 哇这个发射器的子弹 就是带霓虹炫彩的 哎猪你们在这里 非常快乐的交易 好的兄弟们 那么接下来我们终于 可以正式前往墨地世界了 带着我们如此强大的现代武器 以及这个未来科技 找到了就这儿是吧 来 又来了一只怪 正好试用一下我的这个 红石现弹枪 兄弟们经过了不懈的努力 我们终于来到了墨地世界 并且获得了这把 啊墨影能量发射装置 我去 好嘛这妥妥的是一个龙西加特灵啊 你们看 接住未来武器来点爆墨影水晶 哎这边龙下来了 妈呀 伤害这么高的吗 那我感觉我都不用打墨影水晶了 直接让他边回血我边攻击他 试一下 哇连续射击 看看是墨影龙回血更快 还是我们对墨影龙的输出更快啊 不管了直接对着墨影龙一顿连续输出 加特灵机关枪 哎他又下来了 开始输出 我来了小老弟 咱们直接连续最终的轰炸 直接成功干掉了墨影龙 哈哈哈哈 我就是这个世界真正的领主 哎哎哎哎哎 他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大家喜欢看这种奇葩气味生存的话 一定要记得多多点赞 点赞数过三千 我们就加速更新 下一期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